大家好 我这两盆天竺葵 从去年冬天一直开到现在 陆陆续续 而且开出的花非常鲜艳 在花期我们经常要给它进行一个修剪 目的就是为了把更多的养分 提供给之江开放的花苞 让这个花朵开得更严 我这盆天竺葵 这一条花梗已经开败了 从底部给它进行一个修剪 天竺葵 我们修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上端是花 下面还有一层花苞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修剪 等这个花苞全部打开了 这个花梗就要及时的修剪 减少养分的消耗 有利于把养分更集中的提供给这个花苞 让这个花苞开出更严 更好看的花朵 第二个修剪就是把底部 已经干枯了 叶刺给它清理掉 为了让这个花朵开得更严 更齐 更齐久 浇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添加一勺 真根藏花型的营养液 一毫升对一千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每隔15天浇灌一次 使用的时候最好是灌根 有利于植物的根性生长 因为这种真根藏花型的营养液 很有丰富的 中微量严肃 临加严肃 春天养护天主葵 一定要给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保持本土微湿润 不难偏干 这样更有利于 天主葵的花朵 开得更久 花色更严 好了 再见 再见